一人的后裔必蒙祝福 他的家居不要想荣华互惠 他的人风必将万事沿吹 黑暗中必有光明将一人照耀 因为他不予仁爱 慈悲和风道 乐善好施的人必然幸福 他供证师处理事务 因为一人永不动摇 他将永远被人怀念 慕爱上见你的人真有福气 他施舍钱财 不若静停 他的人风万事流芳 他将头脚真容受人景仰 慕爱上见你的人真有福气 共读圣、博夺宗族前书 你们做妻子的要顺从自己的丈夫 好像那些不信从天主圣道的人 为了妻子的好品性而受感化 你们不需要多说话 因为他们会看见你们怀有敬畏和贞洁的生活 你们的装饰不应是外面的发型 金饰或华丽的衣服 而该是那内在的美 以永不衰退的温柔和闲进的精神作为装饰 这在天主面前才是珍贵的 从前那些仰望天主的圣父 便是这样装饰了自己 顺从了丈夫 撒拉就是这样服从了雅巴达 称呼他为主人 你们若行善 不怕任何恐吓 就是他的女儿了 同样 你们做丈夫的 应该按照心理的智慧 与妻子共同生活 善待他们 如同柔弱的伴依 尊敬他们 如同共享恩宠的继承人 这样你们的祈祷便不会受到阻碍 总之你们要一心一意 彼此同情 彼此同情 相待父兄弟 直跌为怀 搬砖牵合 不要你各道各 请慢而慢 谢谢祝福 因为你们能招天室为承受祝福的 上主的圣言 感谢天主 请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